2022年第四十届日月坛万人勇度活动 日前盛大展开 恭喜一万八千余人到场共襄胜举 并由招募码头出发 游向终点站一达烧码头 万人勇度 大概有一万八千都会选勇将来参加 大家帮着鸿鱼来参加这个比赛 现场会非常的感动 我们鸿鱼生信心 虽然夏宜 但是对我们的勇士 参加这个比赛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不影响 所以今天的这个气候下雨 大家来游泳比较不会晒黑 也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现场祝我们所有的勇士都能够 成功顺利的完成 三千公尺的勇度 勇客一直出 虽然一开始担心受到台风影响 但也做好完全的准备 包括勇翼等等都有特别前往购买 其实以前是蛮担心就是会没办法举办啦 然后因为想说在谈旅游 而且大家都有鱼类浮标 所以整个过程应该是蛮安全的 反正都是要湿的嘛 所以就算喝台风水跟谈水应该差不多的 不会因为这应该是就是 就是爷爷奶奶应该都OK的行程 好像大部分人都有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因为就可能会去多去买那个水母衣 然后可能下身也会穿就是长裤 因为怕水没有蛮冷的 而且就台风应该水也会变蛮浑浊的 新一元猛秋处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希望就举办这样的活动 除了可以延续优良的传统以外 也为地方带来观光积极发展 所以这一次的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踊跃 有一万八千人 这一次也是在举办我们万人勇度 有四十届的一个历史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我们每年的一个万人勇度 在这一次的万人勇度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之后 也能够带到我们的经济的发展 在我们周边的住宿的这个住宿的几率 非常的踊跃 所以在前两三个月就已经都已经额满了 所以在我们县政府有办这个万人勇度 能够带动我们的地方的经济的发展 以及成长 2022日月谈国际万人勇度 虽然受到台风影响 但不减参赛选手们的热情 选手们在一搭上码头看板上 留下挑战成功的记录 并相约明年见 记者邱品逸 于此采访报导